亲爱的你 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看了李雪晴的塑料袋理论 我顿悟人这一生为什么要读很多的书 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 在读今天这篇文章之前 先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塑料袋理论 这个理论出自于李雪晴 在一档综艺节目上 李雪晴说 他们东北家庭有一种习惯 就是散塑料袋 有的时候中午点了外卖 他们就会把干净的袋子留下来 出去买个菜 回来又收获了一个袋子 一来二去 就攒下了大大小小各种的塑料袋 家里人会把这些塑料袋都收拾好 放在一个柜子里 外人看到了 偶尔也会说 都什么时代了 还留着一堆的塑料袋不舍得扔 但神奇的是 有一天你不知道需要用什么东西 去装物件的时候 你把那个柜子打开 总有一个袋子能派上用场 为什么要讲这个理论呢 看了接下来的两个故事 你就会明白 第一个是最近爆火的新东方主播 董雨晖的故事 1993年 董雨晖出生于陕西蔚南市同关 一个农民家庭 小时候的董雨晖个头不高 性格有点敏感 还有些自卑 那时候 别的小伙伴放学后会相约玩耍 玩到满头大汉 内向的董雨晖 却会一个人独自回家 默默看书 她喜欢看苏事 喜欢看老庄 喜欢背清剧 还喜欢读名著 一本平凡的世界 董雨晖从初三看到大学 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书本给了她力量 给了她知识 也给了她一夜爆红的实力 在新东方折服了五年后 董雨晖终于一招 凭借直播带货 火遍全网 当别的主播都在话中取宠 生死历劫地卖货时 只有董雨晖不慌不忙 娓娓道来 她卖铁锅时说 是妈妈的手 是父亲忧愁的面容 是老人盼游子回家的心 她卖火腿时说 是风的味道 是盐的味道 是大三的魔法和时光 腌制而成 这样的直播方式 对比浮夸的直播套路 简直让人如暮春风 于是 大批大批的观众 挤进直播间 连带着新东方的股价 翻了好几倍 可以说 属于董雨晖的高光时刻 在这个夏天 真正开始了 第二个故事 是前央视主持人房琪 同样是1993年 房琪出生在黑龙江 齐齐哈尔 父亲是卖鱼尔的小商贩 从小房琪 就在老爸的摊位旁边长大 那时候的房琪 在同龄人中 并不是特别突出的那种 没有超强的记忆力 也没有严密的教学逻辑 成绩也只能算普普通通 但与其他小伙伴不同的是 房琪特别喜欢读书 闲下时 他就在爸爸的渔滩旁边 只冷起一个小板凳 手捧一本书 一坐就是一天 时间一晃 就是十几年后 大学刚刚毕业的房琪 因为出色的表达能力 被央视挖掘 成为美丽中国型的外景主持人 两年后他辞去铁饭碗 转战新媒体领域 很快又被一档综艺邀请 担任嘉宾 节目上 当唱惯了情歌的杨宗伟 在舞台上努力唱跳 他说 我们终其一生 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 而是为了找到 同频共振的那一部分人 当舞台上的张寒韵 被质疑唱功不行时 他说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你 比起女王 我更喜欢清风 他强任他强 清风拂山岗 一次一句 以生辉 温柔有光 经播出后 房琪的发言感动无数人 从数年默默无闻 到如今粉丝千万 房琪的人生 称得上是逆风翻盘 李雪芹说 人生就是一个攒塑料袋的过程 那些看似无用的塑料袋 总有一天 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 看了董雨辉和房琪的人生经历 你就会发现 读书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时候 我们也以为 读过的书 大都被忘记了 就像那些被收藏起来的塑料袋 被尘封在了某个角落里 却不知 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 都会融入你的骨髓 提升你的思维 淬炼你的灵魂 那些在读书上花的时间和心思 也许一朝一夕 看不出效用 可能一时半会儿 也不能帮你解决眼下的难题 但总会在 未来的某一天 带给你一场回报 赐予你一份惊喜 就好像苦读多年的董雨辉 只要给他展现的机会 就可以用温柔走心的话语 得到无数网友的喜爱 又好像热爱文学的房琪 只要给他表达自己的场合 就能够凭借深厚的文字功底 尽眼众人 对于热爱读书的人来说 知识从来不只是一纸学历 它是你人生的通行证 是迈向成功最稳靠的踏脚石 正如董卿曾经说过的那样 我始终相信 我读过的所有书都不会白读 它总会在未来日子的某一个场合 帮助我表现得更加出色 想起第一季的奇葩说 陈明和詹青云 有一场让人拍案叫绝的精彩辩论 当时的遍体是 知识共享到底是有令还是有弊 反方辩手詹青云说 凯尔文发表过演讲 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了 剩下的只是一些修饰工作 他想以此来说明 如果大家只集取凯尔文当时的知识 那么就永远不会出现其他惊人的理论 诸如相对论 量子力学等等 这句话有错吗 听起来没有 但正方辩手陈明 发现了漏洞 陈明当即用其强大的知识储备反驳道 对方刚才说热力学的时候 说凯尔文说 这个大厦已经落成了 但还有半句话被你掩盖了 那半句话是 只有两朵乌云飘在上面 那两朵是不是就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如果没有前任的知识经验共享 就不会有后面的物理学大厦 陈明唇枪舌剑步步为影 在短短数秒间 就给了詹青云一个漂亮的反击 于是 詹青云不得不节节败退 俯首认输 如果陈明不是学服务车 也许早就在辩论中大败亏书 如果陈明不是博文多时 就不可能临场做出这么精致的反应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 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 最高赞的回答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我吃过很多食物 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 人生在世总是免不了会失去一些人 一些东西 但是通过读书获得的知识 谁也没法偷走 它会沉淀在你的骨血之中 有时你也以为读过的书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负记忆 实际上它们仍是潜在的 只需一个触动点就会喷波而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在2020年的春晚上 有一个情景朗诵节目 由主持人康辉 贺鸿梅 海霞等人组成 鼓励武汉和全国人民勇敢抗击疫情 这个节目是当年春晚最受欢迎 最出类的节目 但节目背后有一个小插曲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当时距离春晚正式开演 仅剩不到十个小时 样式领导临时决定增加一个鼓励抗疫的节目 得到消息 春晚总撰稿 秦熙明挤得焦头烂额 慌忙中 他突然想到了白燕松 立马打电话请他撰写台本 白燕松原本正在报道疫情的第一线 接到电话 二话不说 答应下来 他将自己关在办公室 饭都顾不上吃 分笔集书 创作台本 一个小时后 情景报告 碍事桥梁 就书写完成 从24日上午10点 领导开始布置任务 到当晚除夕夜9点 登上央视春晚 整个过程 用了仅仅不到十个小时 堪称 春晚历史上 创作事先最短的节目 试想一下 如果白燕松 没有博览群书 那这次的任务 就会面临崩盘的风险 如果 他没有保持 长期阅读的习惯 就不可能 在短短一个小时内 写出这样 完美的台本 正是平日里 积累的大量知识 让他在危急时刻 也能镇定自若 书写 才华横溢的篇章 白燕松的经历 让我想起这样一句话 这世上 没有从天而降的才华 是读过的书 换回了筹码 付出的努力 得到了回报 一个人的成长 本质上是对过往经验的累积与总结 读过的书 看过的段落 学到的知识 其实都悄悄沉淀在你的脑海之中 那些东西看似无形 实际上像流水穿越石头一样 默默雕刻出一个更加广阔的你 在未来的某一天 当你回望走过的路时 就会发现人生没有白读的书 所有的成功和奇迹 追根溯源 都不过是腹中学识的累积 作家刘润曾说 你在知识链上的位置 往往决定你所处的位置 一个人最大的底气 不在财富的多寡 和地位的高低 当你博览群书后 那些融在骨穴里的学识和智慧 才是你最硬的后台 自然也许终其一生 我们都成为不了白眼松 成为不了陈敏 成为不了董雨辉和房企 但如果你读书 在农村你可以摆脱旧工具 用一些新技术种底 如果你读书 在城市你可以选择 比别人更有利益的地理位置做生意 如果你读书 在时代的风口 你会比别人更有把握抓住 如果你读书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你会比别人更理智 更科学 读书可以让你从无知变得有知 从人云亦云变得有主见 有思考 这些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一股无形的力量 促使你登上更高的台阶 一直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每一本书就是一道门 你想通往哪里 都可以自己掌握 当你读过的书越多 选择余地就越大 看见的风景就越广阔 所有学到的知识和本领 终有一天都会化作 你对抗生活的铠甲 所以从此刻起 拿起一本书 开始阅读吧 要相信 那些偶然间收起的塑料袋 都会在无形中 塑造出一个更优秀的你 点亮在看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感谢大家的观看